就是他沒有提供一個對照 所以基本上要去討論這些事情就變得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就在整理 因為這個DIFF就是這個顯示法條差異的內容 本來DIFF是為了設計給這麼多法條使用的 可能都是立法院修個幾條幾條這樣子 所以呈現在這上面就會有一些可能我們可以修改成顯現方式的方法 所以我們就在討論然後還有有一些情況下他的DIFF是錯的 譬如說這邊應該是 一直沒有照到範例 總之呢就是這個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而且我們希望有一個可以2014跟2015兩個版本比較 譬如說本來都是87條 一個他可能改成96條 可是在去年版本他可能因為調次又不一樣 所以他可能是在97條 所以整個變成一個非常混亂的狀況 那所以我們就是希望近期有一個對照 讓大家比較容易去討論說 這兩個修法到底有什麼 就是值得關注跟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肖仙要衝衝嗎 你有沒有覺得什麼 理念很重要的意思要先跟他講 今天每天準備轉講 下次再轉講這件事 下次會已經通過了不會 沒有那麼快要修會了對不對 好那所以大概就這樣子 好謝謝 各位 各位